抓起小熊露出幸福微笑 艺人林波红在行李箱旁开心自拍 而这支箱子就是法国精品品牌 和工业设计大师Mark Newson的合作作品 首次在台湾亮相 法国精品品牌13号来台举办典藏工艺展 结合经典印箱 家具摆饰等系列 展现超过百年的工艺精神 工艺这么强 然后我觉得每一件作品都让我觉得很惊艳 然后不只是细节 就连感觉它好像也很耐用的感觉 带着看艺术品展览的心情来到工艺展 然后我觉得很多印箱类的东西都还蛮喜欢 品牌来台社展采取预约鉴赏制 这次也带来和日本艺术家草菅迷生联名系列 组合堆叠印箱塔 经典中在注入有趣同心的元素 展中秀出不同的印箱多功能 用于香水收藏 专门放置婴儿用品 玩具屋收藏 甚至是鸡尾酒印箱 也有和不同设计师合作创作的家具 我觉得非常震撼 因为在这个工艺展当中 可以看到非常多工艺的细致 然后我觉得自己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其实它这边除了很多家式家具之外 它还有很多很趣味的设计 而近期多家精品陆续来台设展 皆是采取预约鉴赏制 包括了珠宝品牌宝格丽和Tiffany 品牌来台瞄准高端客户市场 展现出自家艺术文化 以及顶级工艺技术 星藤野太电视 林玉堂 曾庆敏 台湾台北报道 进入字幕牌宝格与其他人 明镜被跟随着 明镜被外温百分之间